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来吧 来 坐吧 找到先干嘛 我也受人致托 不方便说 你是不是到货的 有货吗 什么货 你不是捣货的 你找大军干嘛 谈点生意 要是讨债的 你现在就走 钱没有 就有两条面 看好了 你就拿去 这房子早就不是我们的了 能暂时住这儿 是朋友给面子 以前啊 我们有很多朋友 真的 很多 哦 又是心太软 心 哎 这是谁啊这是 不会又是你表哥吧 我们家人都死绝了 哪来什么表哥 找你的 找我的 有何会干啊 你就是洪大军 你是谁啊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交易 什么交易 想买你几句话 没我几句话 什么意思啊 你7号之前 是不是帮别人租了一辆车 租车 租什么车 没有吧 看啊 你租的是一辆新款奔驰 是在这个宁远公司租的 这人不是你吗 这个车 不知道 这肯定是有人冒名理替 洪大军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是替谁租的车 这个人现在住在哪 我发誓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我来照顾你 就以前 你要不说算了 我跟你说了 这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 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人叫陈斌 是我们打牌的 你还认识他 什么来路我也不清楚 你知道 在道场混的 总是有点神龙见识不尽 我给你写个地址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你找谁啊 阿姨你好 麻烦问一下陈彬家住这儿吗 你找陈彬啊 他好些日子没回来了 这儿房一直晃着呢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我还没什么来往 这样 那行谢谢阿姨 打扰我阿姨 好不客气 我们是代表全体迷宫 来逃个说法的 各位 各位都不要着急 听我讲 这个欠债还钱嘛 天天地义 但是呢 有件事我要跟你们说清楚 当时咱们这个项目啊 是武剑来统承报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应该跟武剑来 直接来打交道嘛 至于他又将工程转报给谁 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 你的意思是说 赵老板的承诺无效了 赵老板 你那么有钱 那么有同情心 希望小学都严了好几步 为什么偏偏对我们迷宫这么很呢 你去看看我们是什么生活的 去看看我们的家乡 看看天天盼着这笔钱的老人和孩子 可怜啊 我们离乡背景 没人没业的干活 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啊 赵老板 我们执行要回我们的血汗钱 你为什么不能发法自卑给我呢 赵老板 进来 我听说民工代表来过了 我又答应他们延迟三天 什么 三天 哎呀 这又是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你能在三天里面找回那三个亿吗 那怎么办 你太感情用事了 感情用事怎么了 感情用事怎么了 宗明的也切实心肠好吧 感情用事不能变出钱来 算了 你也别愁了 董事长正在全力寻找 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了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啊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够 我呀 我恨死我自己了 熬吧 快乐和痛苦都会熬过去的 一旦熬过了 你也许还会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 如果成功要 要受这么多罪啊 要受这么多煎熬 我什么都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我宁可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普通人 我做得到 我会受到 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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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 我做得到 喂 我想见你 行啊 什么时候 现在行吗 现在 你在哪儿啊 我在你公司外面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李欣 蓝蓝想见我 可是我现在 我不敢见她 你们俩现在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朋友 普通朋友 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当然不知道 我想以朋友的身份 给你几句忠告 说吧 我承认路蓝蓝非常漂亮 是男人见了都会动心 但女人的美丽 是有价钱的 要么你有地位 要么你有财富 要么你有过人的才华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你除了一个有本事的孪生兄弟 你还有什么 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 我 我又没想跟她怎么样 要是人家想跟你怎么样 不会的 她是想让我给她赞助三百万 我拿不出钱来 她上次已经很生气了 这又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想见我 这还用问吗 她一定是在外面跑一圈 没搞到钱 这不又回来找你了吗 找我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更拿不出钱啊 我刚才跟你说那番话 不是要泼你的冷水 恰恰相反 你要真是喜欢陆兰兰 就抛掉一切顾虑 大胆出手 我什么都没有话 我有怎么出手啊 所以你更需要女人的爱 有这样的美女作伴 你肯定会振作起来 换作我是你 我会把生米做成熟饭 不要想太多 别犹豫 其实这只是一场交易 她需要的是董事长巨大的财富 而你需要的是 勇气和信心 对 我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心 我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真正的爱过我 我要让女人爱上我 董事长好 我要让她爱上我 一切都回来 甭 担心 董事长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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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景色怎么样啊 不错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 你的那个戏怎么样 开拍了吗 不演了 为什么 导演不好 剧本也不好 也好 你条件这么好 第一部戏应该慎重 我就知道 还是你最关心的 上次的事儿 我很不好意思 是我的 资金运转上出了一些小差错 真是对不起 别说了 我没怪你 好 少喝点 我今天想喝 而且 就想跟你 一醉方休 你说的 对 来 快去了 来 没事 我没合作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来 下 耿人家小飞 我是大富豪 我说了你 赵千鱼 你不是不来了吗 你怎么 我刚才去回陈斌家了 可他邻居说了 他很长时间没回家了 洪大军 你再想一想 陈斌平时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他平时在哪儿又没告诉我 我哪知道 他有公司吧 公司 当然有了 人是老板 他做什么生意啊 好像 开了一间咖啡厅 在哪儿 这个嘛 洪大军 他一小便宜吃大回你差不多就行了 哥们 我不瞒你说 陈斌是给了我封口费的 多少 我再给你九百 一共剩两千 给得起 就再多给点吧 来 你看你了 我就这些了 我 我和你老婆撑不住了 你赶快送她去医院吧 你看看你们这个家 你再看看你们两口子 这不是办法 我认识一个自愿戒毒的帮扶机构 可以借着你们过去 要你多管心事 没错 反正命是你们自己算的 别人管不了 你要实在嫌不够 我外面还有两个破车 不止几个钱 可卖费铁也能卖上几个钱 哥们 我不要你的车 可你究竟要干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陈斌到底在哪 好 我告诉你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我来看看 你去生活 你来看看 我浮 deixar 你去吧 睡醒了 兰兰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我喝多了 我做什么不都想不起来了 你做什么你想不起来了 我喝多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真的想不起来了 兰兰 刚刚我说什么 你现在说你想不起来了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喝就喝 喝多了 我不是有意的 我错了 你干你那样吧 你都醉成那样了 能干什么呀你 你做多情 我什么都没做吗 真的什么都没做吗 没做 天呐 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跟我在一起这么可怕吗 我不是怕你 不是怕我 我知道 你是正人君子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 对 我们都是好人 你这样的好人 是你给我脱了 对啊 你这么名贵的西装 我怕你涂脏了 我怕你睡着压坏了 你不会告我非礼吧 对我真好 我对你好吗 好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真的 真的 我也喜欢你 真的 不光是因为你是有钱人 你相信吗 还记得那天在海边吗 你说你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很久很久都没那么开心了 我以前 只是知道你是个有钱人 除了年轻一点 和别的有钱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可就是从那一天 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你身上有一种东西 让我觉得很温暖 不过 我知道你现在这种身份 肯定不会缺女人的 不 我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就因为你不是那种人 我才喜欢你呢 你有家庭 有妻子 没关系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不在乎他 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 答应我吗 我 来了 可是 可是 来了 可是 这个 对你不公平 我不在乎 抱抱我 抱抱我 你别管他 不行 来了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喜欢我 不是 不喜欢我 你可以明说 我不是 我很喜欢你 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我本来想过两天 什么事 你快说 我不是赵天宇 我不是赵天宇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赵天宇 我叫周英文 周英文 周天宇是我弟弟 我们俩是双胞胎 我是他哥 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这是我的身份证 你看看 周英文 周英文 bins宇 天宇 天宇身体不好 他让我坐在替身 分担一些公司里面的工作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不能说 为公司保密 我也怕你 我一说出来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骗了我多久了 第一次去洗手行 你把我拉出去 我们一起去吃个早饭吧 我知道了 就是那次去吃广东早茶对吧 对 就是那样 难怪我当时觉得你那么土 那么没气质 我 我本来就是打工的嘛 赵天宇知道吗 当然知道 他让你来骗我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 那个是那个天宇他老婆何锦绣 一直在吃蒋威的醋 然后天宇就安排 为了分散何锦绣的注意力 就安排我跟你多接触 多 怎么说 他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 我在他心里 就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牺牲品 可我是真心对待你的 我是喜欢你的 你 你是谁啊 周英文 你喜欢我 你凭什么说你喜欢我 你这么土这么没平贵 你凭什么说你喜欢我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所以你就黑人是在骗我对吧 我没有在骗你啊 你干什么去骗我 我没有在骗你 我没想骗你我才告诉你的 我告诉你实话了 我不是赵天宇 那这么说我应该感谢你了 不是感谢应该感激 我谢谢你 什么放逼我 我不跟你说我是赵天宇 咱俩是不是就是那样了 你混蛋你 你刚才说的好好的 怎么怎么怎么 你说什么都不要的 是只想跟我在一起 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你吗 我说是跟你在一起吗 滚出去 滚 滚出去 我真是后悔告诉你 我后悔死了 滚 滚 滚 叔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说话你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你怎么成这样了 怎么样了 我就是想来多多家不行吗 行行行 叔你有想好的了 少废话 开车 好 老板来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这么帮忙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个人就是那茶楼老板陈彬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要不然他干嘛以 红大军的名义去租车呢 这顺便他心里有鬼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 三儿 你去跟踪他 看看他跟什么人接触 这个人交际很广 路子也非常野 我们得谨慎一点 那就谨慎一点 你也租辆车 租个普通点的 就在茶楼盯着他 有什么情况 让吉士跟我们打电话 行 我去办 我去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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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少钱? 三千万 三千万? 那哪够啊? 有了三千万就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按揭 按揭? 对啊 有了三千万我们就可以做出九千万的按揭 贾卫东的问题 民工的问题都可以一举拿下 结了人没至极啊 三千万怎么解决九千万的问题? 咱们拿出九千万的售房合同 交足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三千万 银行不就把九千万放贷出来了吗? 你这不是变相贷款吗? 事到如今 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现在 蓝蓝也知道我们的事 这个 不会有麻烦吧? 不会 行了 这件事情 我来处理 你放心吧 不过 我挺替你可惜的 人家主动送货上门 在关键时候 你却良心发现了 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姑娘 我不能欺负人家 清白 你是不太了解现在的女孩子 像露蓝蓝这样的女孩 也许会同时交往三个男 不会吧 我在跟她说出真相之前 她对我 应该是对你 我觉得还是很有感情的 她说了挺多的话 我觉得 也是 挺好的一个女孩 在我认识的女人当中 真有感情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何锦绣 一个 是蒋薇 蒋薇怎么样 还好 她对你印象挺不错的 有时间 替我去看看她 天悦 你 还恨她 爱和恨 有时候是连在一起的 不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那个 方立新想出一个搞钱的办法 不过我觉得不太好 你变相贷款 你可以跟方立新商量商量 然后自己拿主意 我可不能再拿主意了 我不想再跟你添麻烦了 如果不是麻烦 是帮助呢 哥 你知道 我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让我再想想 我们的谈话不要告诉方立新 好 我知道 那我先走了 好 来 叫一下 好 来 再放个笔 去 来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吃点桌 那不是赵天宇吗 咱们先走吧 你是赵天宇 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聊聊 对不起 没时间 你没兴趣 我哥哥欠你的 我会加倍补偿给你 不是你哥欠我的 是你欠我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在车上等你 你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我给你 我来了 你怎么没关系 你怎么办 你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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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小姐 有什么话快说 我还有事 我知道你很想上那部戏 可惜你演技太差 没有金钱的支撑 人家不会用 对吧 是又怎么样 这没什么 我又不是哥文出身 我可以出这笔钱 太晚了吧 戏已经开拍了 你主角早就定了 换人嘛 刚拍几天 可惜呀 剧组也不是你公司 你说了好像不算 人家已经答应了 除了三百万的投资 我给了导演个人三十万 是他主动提出换人 我本来打算给他五十万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你跟着我哥哥 做他情人 如果他愿意 做他老母 你太可笑了 这绝对不可能 别急着回答 既然是交易嘛 你就得等我开完条件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肯定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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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